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干嘛呢 官长 我给你装一套监听设备 这样的话如果有人再敢打您用电话给你 这个全能给他录下来 那就说 我打的电话都要被窃听了 这 这也是不很需要 你坐 这部电话我是用来联系工作 还有就是跟家人联系用的 你装上这玩儿 那我跟老婆说点什么亲热话 你不全听到了 厂长 你要跟老婆说亲热话的话 我们把耳朵都堵上 那也不行 破案不能侵犯别人的隐私权呢 可这是破案需要厂长 再一个 我来之前 省市领导可都叮嘱过我 让我一定确保您的安全 所以这个人我必须要抓住他 可是你抓到这个打匿名电话的人 又能怎样 这么着吧 窃听电话不装 但是风声可以放出去 就说给城长长已经装了监听设备了 他们听到就不会打你们电话 也是一个办法 好吧 我听您的 舍头 把车给收了 是 处长 前两天刚在报上 看到你冒险制服纵火犯的报案 没想到那么快就认识你了 我很高兴能在您的领导下工作 莫盆山是全区社会治安的乱源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厂长 你放心 我会有办法的 这我相信 被忽然在哪里 这我相信 还没有了 你更了解 有警察 我相信 是这一片 好像有个判断 我现在被学了 我今天就不追了 终支他 你灰手 在哪里 他要救救重 我信心 在哪里 我希望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替你难受 别跟我玩这种猫哭号的这一套 你不过是在利用我 实现你个人的报复 你现在终于可以羡慕杀驴了 你再敢这么说我就删你 你要是做得对 怎么骂我都行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要主动向上级交代问题 我会向上级说明 我来之后你的优异表现 说这还有什么用 我那些手下 不是都让你评为最差的干部了吗 那是我评的吗 那是全场职工评的 你跟我说过 你的手下该撤就撤 不用考虑 同样是你的手下 能用的我全用了 林源 樊文新 杨志广 小池 我全用了 这事我承认 拿着 检查 是 你如果同意 签上名 你凭什么给我写检查呀 收起你的好信吗 我不用你给我写检查 可是你不写呀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那些手下 足以置我于此地 谁能帮我 谁能帮我 你能帮我吗 我怎么不能帮你 你把这个签上名 交给组织 然后主动向组织自首 是你手下的问题 让他们自己担着 你用不着保护他们 说得轻巧 你还记得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 在我们父亲的奖征面前 起过誓 谁都不许背叛谁 我是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人 但是我不知道你 你明天就会怎么不在乎 我从来没有尽量 你会说什么 你没有尽量 但是我还搜寻 说得多很多 我自己担心 在一个新疾病 你有同等 可能超过 然后这样 你能帮我 你还是为人 你哪有 你那一边 我羽疯 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建议 欢迎订阅明镜 这找什么呢 我的事你别管 你这些都是破烂 有什么可找的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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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行了 别跟我说这些 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大哥来了 来 请进 请进 三十在吗 在 大哥见了 哥 怎么才吃饭 刚刚从车前回院 有事咱们进屋车 哥 不静 休息 走走 好 走 走 早哥 君亮停止检查以后 我给他打过五十个电话 他不接 他肯定要怨气 他手下这帮人一个一个被你收拾了 他心里怎么想 他手下这帮人微飞坐来 他手下这帮人微飞坐来 不收拾救不了188场 不收拾 君亮会陷得更深 人在江湖行走 就是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做判断和选择 情是情 理是理 君亮走到这一步 就是掰不开情理 走到之后我也掰不开了 你以为我掰得开了 我掰得心都在流血 你回来了 妈 你怎么回来了 小续 最近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没有 来 帮您坐 您腰部好 我来吧 你知道 我为什么急着去墨盘山吗 知道 你爸差点就出事了 出什么劲了 有人要害你爸 谁要害我爸呀 你爸在墨盘山得罪了一些人 那天我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威胁我 我就赶了过去 那天 你爸还在广场上下棋呢 他根本就不在乎 要不是一个女工 拦住了那辆摩托车 你爸就被撞了 那我爸没事吧 没事 那个女工受了重伤 住进了医院 那凶手抓住了吗 凶手骑摩托车跑了 到现在还没抓着 我爸到底得罪什么人了 他撤了一批干部 那我爸以后 不会再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了 省力的领导 你专门派人去保护他 以后再也不会有坏人 会伤害到他了 妈 那您还不在这儿 多陪他几天 你爸呀 就知道工作工作工作 从早忙到晚 整天我都见不着他 他这哪是在工作 本明是在拼命啊 我爸人最大的缺点啊 就是不会享受生活 他天生就是 这干大事的人 享受的是另一种快乐 你光看到他成功 哪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心血 我们俩还做出不少牺牲呢 以后找对象啊 千万别找像他这样的人 不 我就陪我爸 以后啊 我就找像我爸这样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来 妈 快点啊 来 这么多年 我一直跟你顶着干 可你仍然像兄弟一样的 帮着我 我知道 当初我能够当上 二零四车间的主任 也是你提的名 咱们不是兄弟吗 我这也是看在咱们父辈的份上 可你知道我 为什么跟你顶着干吗 不知道 警长 要是我当兄弟 你重感情讲义气 可你是咱们188厂的 常务副厂长 你做的那些事情 是对 是对咱们厂子不负责任 我负责任又能怎么样 188厂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是大会能造成的 大厦将请 我只不过是在大厦倒塌之前 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承睿到厂子里面 你看他是怎么干的 他给自己留后路了吗 所以大家伙上上下下 都支持他 拥护他 大家谁没看到 我不是一直在帮他吗 一直在跟他走吗 他现在这么对待我 想拿我开刀了 承睿不是拿你开刀 从一开始他就在护着你 一到厂子他就跟我说 以前的事他不想过尾 也不想追究 只希望我们三弟兄 能够合起心来 把厂子搞好 可是你看你手下那班人 他们都干得起什么事 你自己看得下去吗 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跟你没关系 你心里面清楚 这班人是在拖我们全场的后处 直到最后把你拖下水 刘子 承睿他是真心想帮你 有关你的那些财劳 他一直压着没有往上报 是为什么 他是在等你 他希望你能够主动地 向组织交代你的问题 争取从轻处理 说句心里话 我也希望你 能够尽快地找组织 谈清楚你的问题 越早越好 这片树林也是不安全隐患 我准备增加两个流动岗 有流动岗就行了 别弄死了 好 这就是王书记 帮宗西北老家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瘦啊 除了你 谁还敢这么拍我呀 老父亲的病怎么样 基本归付了 做公共骑车回来的 请站地见得很 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王书记 这就是王书记 他叫齐田 是上级新拍来的公安处处长 还兼任着区公安分局的队长 你好王书记 你好 你好 很年轻啊 咱们公安处得好好整理这段 放心吧 王书记 咱们先聊王书我再看看 走吧 不是让你多住几天吗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心里有事儿 咱家呆着地 受累的命 活该 我愿意 你有什么办法 儿子搞搞怎么样 他自我感觉还可以 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好事 这阵子大家都在惦记 你不在厂子里 才知道你有多重要 这半个月我都快累得吐血了 活该 你也是受累的命 我听说冰总同意咱们 恢复姚武生来现场 徐总专门为这事来了 要咱们在半年之内恢复姚武的生产线 还给咱们争取国外的军火定单 我看 他刚走 对咱们一年来 新班子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当然了 首先表扬的就是你 你手呢呀 我一回来就听说 有人砸了你的玻璃 还给你打了苦歌电话 这到底是谁干的查出来的 我断了人家的官路财路 人家总会恨我吧 你总得让人消消气 拜拜活吧 哎 什么人呢你 赵俊亮向虎子交单了 还没有 徐总找他谈过话 让他停止反省 听后组织审量 回家我只是在行 对待赵俊亮的问题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的 你没错 是我摸不开兄弟的情面 你是个不错的书记 徐总对你的评价是 大到直行的君子 徐总怎么评价你 我因为行贿的事情 徐总已经决定免出过厂长职务 你说什么 让我干副厂长 暂时代理厂长工作 文件很快就到 代理就行 还是厂长 你回来得正好 现在你是一把手了 总说 我成了一把手 老了十几年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程同志 不要有情绪 这都是很正常的 好好工作 通西北啊 给你带来点儿口气 收上信 谢谢领导关心 不用 这是领导应该的 先问两点咱们开个会 北方军贷局派人来验收新产品 你要提前准备一下 好 没问题 明天我跟高宫 去汇报新产品颜值情况 那二零四车间的 产品验收准备 你要抓紧 没问题 交给我了 不对啊 怎么了 你说话这口气怎么你还是一把手 是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习惯了 你这个习惯 从今天起一定要改 到点了 开会 走 这坏小子 下面我宣布 冰总党委的决定 鉴于成瑞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 冰总决定 射销成瑞同志 188厂的厂长职务 降为副厂长 射销赵军亮同志 188厂厂务副厂长职务 在进一步查清有关问题 根据所犯错误的性质 再行处理 石头剪的布 石头剪的布 这是我爹的 耶 我赢了 好吃我的 耶 在这里 我赢了 一人 我赢了 我赢了 好吃 我赢了 我赢了 你赢了 我赢了 你赢了 我赢了 我赢了 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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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牵车 都仔细的检修过没有 检修过了 我 两门的轨道 你这可是安全问题 好嘞 是吧 好好 哎 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全部超过完成 产品质量达到百分之百 长长你放心 好 是不是给我们车间发点奖金了长长 车间工人们太辛苦了 看看啊 你能不能给我说点别的 每次见见就是这个 哎呀 来到你们204车间就高兴了 这热气腾腾的场面 谁能不受感染 不要说 你说 你这个主任要是调走了 谁来继任比较合适啊 好 哎 等会等会 你说什么 你叫我去哪 到民品车间当主任 别 你别开玩笑了 我这204车间刚刚搞熟悉了 现在话企业管理好不容易走上正轨 哦 你是想听表扬啊 那还不容易吗 204车间现在搞得是热气腾腾 哎呀生产是蒸蒸日上 管理是井井有条 所以后继者才能顺风顺水 使204车间继续发展下去 哎哥哥你别说那么多 我哪儿都不想去 现在 不是你想去不想去的问题 组织安排 必须复复复 那我跟204车间大家都有感情了 你那民品生产 我是一窍不通 什么都得从头做起 朗三 别不识抬举 军工企业 走军民结合的道路是方向 民品生产大有可畏 真是知道 你说的天花乱坠 不就让我去躲枪眼了 我这军品生产它是主业 我凭什么不干主业 我要去干那副业 别打我的主业 你的意思是找别人 对 赶紧找别人 来不及了 什么意思 已经通知新的主任了 他很快就来报道 谁 是 有现在的不安 这是 有现在的 我不能打开 帮助 人的 就是 你的 规想 我们 在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说心里话 你们的爹在莫环山老实 中后说老实话是出了门的 我也想让他的儿子跟他的爹一样 老实忠厚说老实话 你们哥仨当着你们父亲的面说说 到底是怎么了 大量到底出什么事 是我 三儿 你说 你说 三儿啊 以前你可不是这样 以前你常到家去吃饭喝酒 为什么最近这些日子 我打电话你都不来 你们喝酒都不长大量 是怎么回事 狗事儿哥回来当厂长了 厂子里面特别忙 我也想着抽时间去看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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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爱装糊涂 葛尚 你说什么 大量 是不是犯错了 看他干什么 我问你话跟我说 说呀 妈 都是些以前的事情 以前什么事 大量手下的人 贪了厂里的钱 贪多少 贪多少 大量 你自个儿说说 邓友才他们 把锅炉房的梅渣 卖给王老六了 大量的大量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让你跟王老六这种人 混在一起 跟他们混在一起 你能有什么好下去 还有 你停止是怎么回事 你挪用公款又是怎么回事 你还有卖发电机那事 那是怎么回事 还有事没告诉我 说 妈 有些事情嘛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楚的 这样您先回去休息 等我们调查清楚了 我再向您汇报 你少来这套 哎呀 我就怕这种事出现 这事真就出了 大量 大量 你做这种事 你们能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 你做这种事 你让你妈这老脸 在墨盘山上怎么待 你还让我怎么活 我不容易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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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都出去 妈 您说什么 他要和我出门去 我去 葛神 你别我去 你别我去 妈 葛神 你要救救大梁 你答应我 妈 我答应你 早来啦 你还记得 记得 我们小时候第一次喝醉酒的时候 有一天中午 你偷了你爸一瓶白酒 我 老三 你 我们就在这个后山上 塔那儿 对 偷偷喝酒 这酒啊 特别辣 过来越喝越香 结果呢 我们仨人全都喝醉 晚上回家以后 我们仨人一块挨揍 我们的哭声此起彼伏 在楼道里回荡 就你的哭声最大 瞎说 我当时都不知道疼 屁股是麻的 是啊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都下不了床了 现在有的时候摸摸 感觉这屁股还疼了 看 现在咱们厂都像点样了吧 是啊 真是被想到了 你还记不记得 你刚来厂的时候这一天 说心里话 我当时真的是认为 我们厂子要黄了 没劲 但是我没想到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我们厂子有了这么大的棋子 肠子能有今天 你功不可没 我什么都找你 恢复15生产线找你 民品车间的组件找你 发不出工资来了 也找你 所以 这厂子能用今天 你期望有一半的功能 都是你的功劳 你少来这一套 这话里有音啊 我都成这样了 我还有什么音啊 好了好了 那今天不谈这个 咱们就喝酒 喝完酒回家睡觉 我们小时候就知道 犯错误一改 就是好孩子 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是一种勇敢 这个你们不会忘吗 我倒是不会忘了 我倒是不会忘了 如果不是自己的错误 我相信 上级领导会实事求是 如果是自己的错误 勇敢地面对 这就没有什么 那谢谢你 你放心 是我的错误 我肯定会承担 好 来 好了 我该走了 酒也喝完了 哎呀 兄弟 我还是希望 能主动跟丁总 说明一下情况 起码是 表示个态度 我只中不小心 我的邂途 我之后 我还能给你 你 认识 像